我叫Jissy,是一名隐居山林的刀客 近日,山下传来消息 一群匪徒突然流传到了这里 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因此,我带领兄弟们下山而去 目的嘛,自然是拯救苍生与水火 当然,山上的粮草也已经不多了 听说,只要除掉这帮匪徒 便可以领到一只烧鸡 到时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哈哈哈哈 咦,山下有几处防射 红瓦绿墙看起来甚是不错 就先去那里歇歇脚吧 奇怪,四号在跑什么 他在身后有人 担子太肥浪 这颗掌心雷免费赏给你了 溜得挺快嘛 对付这种贼人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 四号,咱们一起上 看到了,还想逃 下面就让你尝尝我的家传刀法 乖乖躺下吧 平底锅 算了,还是大刀比较适合我 房子里有脚铺声 咦,左边钻出来一个 前方有危险 不好,敌人们攻上来了 兄弟们,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人一个,让咱们分头击破 就你了,来单挑吧 审法还算不错 是我一招银风斩 命中了 四号走开 这人是我的 赶上我兄弟 送你归西 斩草虚除根 先灭了你再说 不好,受雷的声音 唉,原来只是一枚烟雾弹而已 糟了 一时没留意 三号被淘汰 一号跟四号竟然全倒了 没办法 先拉起一号吧 不对 烟雾中有动静 闪光弹 好阴险的对手 等会再找你算账 现在得赶紧救起四号 咦,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只剩下一名对手了 对了,是时候练习一下平底锅了 既然是三个打一个 要是还拿不下你 我狂战士的名字就到这些 发现目标 奇怪 这人想干嘛呢 难道说你还想上房解瓦吗 冲上去 直接干掉他 咦,竟然又溜了 我追 唉,腿都泡散了 不得不说 对方的轻功还真是不错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草上飞吗 天呐 这么多的烟雾弹 莫非你想布下一座迷魂镇吗 安全区不够二三十米 我看你还能往哪里躲 就是现在 唉,警察一步呀 竟然被一号抢先得手了 一号 咱们可得先说好了 你的小命可是我救的 所以说 这鸡腿嘛 必须得给我留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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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